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信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給通勤族的標股報告書 今天是8月24號禮拜三 以下就是今天的喊後碎碎念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今天大盤 喔不對我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原本今天有直播嘛 但是因為這兩天都是因為要去拍影片啊 或拍照片等等之類的事情 所以今天原本的直播就暫停 改成用影片的方式來跟大家見面 好那反正下禮拜沒有意外 應該就是恢復正常了啦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今天的大盤 今天大盤下跌了26點 其實以跌幅來說 平良心講啦它不算是一個非常重的跌幅 但是原因在說前兩天已經跌了300點了 所以今天這樣跌下去其實大家好像覺得 好像沒有什麼太大的跌幅 那這邊有幾個東西要來先注意 第一個我們先來看到藍色的這一條24日的均線 好你看喔在上一次 上次股價回到這一條均線附近的時候 它就出現直跌然後開始反彈 所以這一次股價跌到這邊來之後 大家會想說那這個地方 會不會又出現所謂的止跌訊號 這個我們不知道 但是如果假設 我們用假設喔 假設這個地方它出現止跌了 那就表示說可能這一條均線 它還是能夠支撐的股價 所以不要跌破代表說大盤它就有反彈的機會 但是反彈它到底能彈到哪裡去呢 憑良心講 未知數 為什麼是未知數呢 我們來看看大盤的周線 大盤周線現在你可以看到已經跌破了五周均線了 在過去幾個禮拜 過去一個半月以來 其實大盤都是守在五周均線上 但是在這個禮拜你會發現 大盤已經破了這一條五周均線 那我們這邊會思考的情況是說 會不會過去一個半月以來的一個上漲慣性 已經結束了 所以如果原本的上漲慣性結束 它不代表它會繼續下跌 它可能也會出現盤整的狀況 但是起碼我們可以知道說 當上漲慣性結束之後 這個慣性它就會換成是另外一種情況 所以說上漲慣性結束 它可能是盤整 可能是下跌我們不知道 那當然我們希望是盤整啦 就你盤整你盤一盤之後 誒說不定它還有機會再上去 所以我們當然是希望說它能夠在這邊盤整 會是一個比較好的情況 那這個是在今天大盤的部分 那不過今天的影片要跟大家講的更重要的東西 恐慌指數 這個東西其實我在禮拜一吧 更正禮拜二的早上 就昨天早上 昨天早上的廣播 我有提醒到大家這一件事情 我說現在對我來說 恐慌指數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為什麼會這樣跟大家講呢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樣這張圖它就是恐慌指數 我們可以看到像是在昨天 昨天你會發現一根紅K棒這樣拉起來 那這個紅K棒這樣拉起來 有什麼了不起的 我跟你講 這根紅K棒非常厲害 如果我們把從這個地方是六月 六月中的時候 然後我們大家畫一條線下來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昨天這一根帶亮 跟著我們不是帶亮 大根的紅K棒 它去突破了過去一個半月以來的下跌趨勢 如果我們去想一下 如果這一張圖是假設是某一檔股票好了 那我們會怎麼講 它可能止跌了對不對 可能要往上了 但是這一張圖它叫做恐慌指數 恐慌指數它跟大盤是一個反向的關係 你要記得恐慌指數它跟大盤是反向關係 而且它算是大盤的領先指標 我們來看到這一天 在這一天是6月13號 你看恐慌指數一樣拉了一根很大根的紅K棒上來 但是我跟大家講過 你看恐慌指數拉這根紅K棒上來 我們來看一下美股的S&P500指數 6月13號 我們一樣開到6月13號 好在這邊 你看6月13號美股在這一天 美股大跌嘛對不對 大家看到恐慌指數冒上來 美股就大跌了 但是恐慌指數它為什麼它是領先指標 我跟大家講你看喔 從6月13號之後 6月14、15、16、17 你有沒有看到恐慌指數有在創新高嗎 沒有耶 你去想喔 當恐慌指數如果沒有在創新高 那表示說市場還有繼續恐慌嗎 沒有了 這個恐慌就告一段落了 好你看喔 恐慌告一段落之後會怎麼樣 你看到恐慌指數沒有在創新高 然後咧 美股多跌了幾天 1、2、3、4 多跌了4天 後來怎麼樣 後來就 沒有在破底就開始往上 所以說我們在看恐慌指數的時候 它是一個市場的領先指標 當恐慌指數只要不要再創新高 對於大盤來說就是好事情 大盤可能在近期就會止跌 但如果你看到恐慌指數還是創新高的話 那你就要小心說這個盤它可能到現在都還沒有止跌 尤其是我們可以看到恐慌指數在昨天的時候跟前天 8月22號這一天 它是拉了一根紅K棒上來 所以假設好的情況是看到恐慌指數可能在這附近晃呀晃呀晃的 那這樣來說大盤就還有一點糾 那如果你看到又是一根紅K棒拉上去 哇那這個盤那就真的會很可怕 你會去想說這個盤它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樣懂的意思嗎 因為它是突破了過去 過去一個半月以來的一個下跌趨勢 所以它突破這種下跌趨勢 通常我們會去關注它說它到底會怎麼走 如果它繼續創新高恐慌指數繼續創新高 那對大盤來說是一個不好的情況 那如果你看到像是這一根紅棒的低點被跌破了 那你就會去思考說大盤在這個地方可能就沒這麼恐慌了 這個時候你應該是好好來找股票來做多 而不是說會擔心說會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反正恐慌指數它會是我一個未來蠻重要的判斷關鍵 它只要不要創新高代表大盤是好事 如果連這一根紅K棒低點都被跌破 那就表示說市場其實根本就沒有什麼事情 大概是這樣來看 所以這個在恐慌指數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東西也是在未來 可能一天兩天甚至是下禮拜 我都會蠻關注這東西的 大概這樣子 那如果看到今天盤面的話 其實以現在的盤面來說 有個最熱的族群 就是生計 這個真的是沒什麼好說的 生計股已經是熱到一個翻天了你知道嗎 就是大家不知道去買什麼股票 你看我們看一下強勢股 強勢股像什麼 4743的合一 然後4726的永新 然後4162的智晴 就你會發現說很多生計股 什麼松瑞耀 台康生 穆康生 然後北極新 這些都是生計股 你看到生計股其實一直在 冒出頭來 那所以 我們在看到這個族群的時候 第一個 它代表說 現在的 資金還在這個市場上 但是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是說 代表大家真的是找不到東西來買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如果我們從生計股來看 其實這些股票通常都不會有什麼太好的 基本面 我們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生計股股王是他 股王沒動 然後剩下的小股 漲個亂七八糟的 那你覺得會怎麼想 就是大家 就是資金開始一直在輪動輪動輪動 就是看 炒到誰 然後大家看哪一檔生計股牆 就是 一起衝進去 像上禮拜這個我自己做的就是 也是看生計股牆然後就衝進去 就是你會去發現說 市場它資金其實還是在 但是 他們不知道要買什麼 就只好去買這種比較 沒有 跟 消費型相關的股票 就是生計股 所以說每次資金到這邊就是有很兩難的情況 好處是有資金 壞處是 這些股票你真的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那今天除了像生計股之外還有一個比較有趣的族群 這個族群大家可能比較沒注意到 叫做 光通訊 光通訊族群這邊先看到像是 重達 對大家想說 這檔股票今天很飆嘛 不是今年 最近很飆 那這檔股票他就是做光通訊 光纖產品 好我們看到光纖產品這一塊 可以看到像重達 然後像是 統新 統新今天下午要召開法說會 所以可以看到 今天開法說會股價先拉 那 反正這個族群他一個有趣的地方在哪裡 在他的營收 你可以看到像營收的部分 怎麼是黑色 營收部分 你有沒有發現他年增率在增加 你看到這是統新 再來看到像 重達 4977的重達 你看之前都是負的 營收年增率都是負的 然後最近的年增率轉成正的 那除了像重達之外這個族群還有誰 像是 波若薇 波若薇的營收其實也沒有什麼 好嫌棄他的 那光通訊還有誰像是做 聯亞 聯亞也是 就你會發現說 為什麼這些族群最近很強 主要原因就是在於說 他的營收的年增率 他開始有出來 所以這些族群強是強在說因為 市場上找不到什麼未來可以持續爆霸提升 但是像這種短線 他的營收年增率有出現到雙位數以上的話 市場就會比較關注他 所以像是還有一個檔叫做訊星KY 他也是蠻有趣的你可以看到 過去營收都是這樣 虧的那樣 然後就最近兩個月 最近兩個月你會發現 營收年增率 開始出現雙位數的成長 所以這個族群 光通訊的族群 短線上啦就是還是會照來看一下因為重達長第一個嘛 然後像今天統心 也拉上去 那可能接下來會去看到像 波羅威會不會再繼續 波羅威這個月亮好大 波羅威或是像是其他的 或是像訊星這一類的股票 有沒有機會是短線上去做一個短線的報酬 大概是這個樣子來看 所以我們現在會看的東西 第一個 就是像可能生技股 他是一個資金 觸擁的概念 那再來第二個像光通訊 最近還是很強 那只是說這個強 你要去留意到說他也不是一個太長 太長線的題材 他就是一個短線題材 所以 以盤面上我覺得今天比較看到兩個族群大概這個吧 那像車用就不用說了 車用其實還是在 只是說以現在的盤式 因為第一個大盤他還沒有止跌 所以我們在操作上一定都是 短打 就你不要去想說這邊會不會有什麼 很大的波段報酬之類的 難啊 真的是難 因為你現在大盤還沒止跌 生技股還是要這麼強 你不知道說 接下來資金到底要跑到誰身上 因為你想如果生技股開始轉弱的話 資金會跑出來 我跟大家講一定會 市場的資金就這一套 如果生技股 開始轉弱 資金就跑出來 跑到誰身上 不知道 但是跑到其他族群身上 他就會變成是我們接下來的一個 操作重點 所以這個地方 當然我的想法是我不會太急躁的說一定要 想要每天這樣衝來衝去賺錢 不會 而是我會去等待大盤止跌之後 去看一下資金跑到哪邊 跑到哪個族群身上 然後我們再來做他 大概這樣子 好那我們回答大家的問題吧 第一個 看到蔣福源 感謝老師每天的解盤影片 請問老師對於今年剩下Q3Q4的看法 坐等遊戲下一集打LOL 我們就不要打LOL 我們還是 對這禮拜的 禮拜六 對禮拜六晚上八點 我還是會繼續來跟 玩那個大幅 我會把那個大幅把玩完 所以在禮拜六晚上八點 還是會有直播 然後大家請準時收看好嗎 再來 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問題 其實像昨天 我有寫了一篇文章 可以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這一篇文章是在講外銷訂單 其實你可以看到現在的外銷訂單 已經是一個 呈現 很多產業都在 衰退的情況 他的年增率都是 負的 好那我們知道你 訂單變成負的 代表什麼 比去年減少 那你沒有訂單你要怎麼出貨 那你沒有辦法出貨 你的庫存要怎麼銷 這個是個連帶關係 所以說你看喔 如果以現在七月份八月份來說 理論上來說是電子股的旺季 可是如果你連電子股的旺季 都不旺的話 就問一下 接下來你到底要看誰 不知道 不知道 而且我們再來看下個月的外銷訂單 就是我們從這個外銷訂單動向指數來看 他是代表下個月的外銷訂單 下個月的外銷訂單你可以看到唯一成長的 就只有資訊通信 那資訊通信代表什麼 網通嘛 手機嘛 筆電嘛 但我相信 這部分會成長應該是 蘋果手機會成長 但是你看到除了資訊通信之外 其他 包含電子產品 光學器材 金屬 橡膠 化學 機械 電機 每一個全部都衰退 全部都比其餘還要再爛 而且你看到 就算是連最強的 資訊通信 他是成長的 他的數值 還是比50還要小 當數值比50還要小的情況代表說市場來 想法是一個比較悲觀的想法 所以你沒有看到哪一個數值超過50 沒有 所以說 以現在 第三季 理論上來說是一個電子股的旺季 但是你旺季不旺的情況之下 到了明年第1季第2季 你有可能淡季不淡嗎 那個機率太小了 所以大家想說去庫存可能會去到明年第1季 一個弄不好搞不好去到明年第3季 我會覺得這樣 所以說 今年剩下Q3Q4的看法 大概跌不下去拉不上來 大概這樣子 因為 基本面的情況 我們真的沒有看到 什麼太 爆發性的狀況 所以如果基本面沒有爆發 產業沒有爆發 你要股價有爆發 這個很難 那跌不下去的原因在於說 因為現在聯準會 他們在接下來可能就是 不會再進行這麼鷹派的升息 所以我覺得 在這種情況之下 可能你要殺 他也不會有所謂的評價調整 因為大家本來就預期基本面很爛 所以指數可能就有可能變成是一個像這種 上上下下的情況 會反覆撤底 一直撤這個底 所以跌下來的時候記得跌下來你千萬不要緊張你要開心 你懂我意思嗎 跌下來你一定要開心 為什麼 跌下來你才有機會可以買 漲上去你要幹嘛 你要跑 現在就這樣子 如果大盤真的就是一個這樣盤整的趨勢 你要記得跌下來你不要看到跌就很害怕 你看到跌你要開心 等到漲上去之後你要記得你要先 調節一下 好再來看到第二題 洪聖雄 謝謝老師雖然沒有想要問了但是可以學到一些老師的看法 對啊就是我覺得大家看影片就盡量去學 然後盡量去聽 再來看到00 3707這兩天大盤砍200點還能收紅是真的很猛 怎麼看 台幣的貶市正式突破30 外資還要再繼續賣很多吧 我覺得外資賣 或不賣這是其次你知道嗎 為什麼現在 我現在講為什麼最近好像看到 美元很強 給大家看一下喔 美元 為什麼 美元OK 為什麼感覺最近美元好像很強 我在禮拜一的影片我跟大家講過嗎 現在市場上關注的地方在什麼 關注的在於說在這個禮拜五的央行年會 全球央行年會 聯準會主席包圍他到底要丟什麼炸彈出來給大家 我在禮拜一的影片我就講如果你聯準會主席 丟了一個大炸彈出來說我們要繼續升息 完了 對完了 跟著繼續升息無所謂 升息的幅度不能擴大如果 升息幅度擴大 那真的是對於市場來說就不是一個太好的現象 所以美元這邊的強 我會覺得就是 是領先反應 禮拜五的央行年會 我會覺得是反應這件事情 至於說他問到3707 這一件事情 這檔股票的話 我個人是沒有想要去追這種 已經很強的股票 就是第一個你看他上禮拜 一根長紅棒 這禮拜沒有過高 所以你就知道他沒有很強 沒有很強的股票我就不會想去碰了 再來看到Eric 感謝老師 再來看到Emily 老師你好請問東哥遊艇是會標到外太空嗎 老師你的操作會在標第二根漲停就停你還是續爆 我是沒有抓到他啦 但他真的是一個標番 然後 我跟你講 大家還記不記得我們在這禮拜玩大福 那時候我們買了一檔股票什麼 統一操 那時候還記不記得 中間我會減碼 但是我一定會把 股票 抱住 大家還記不記得 他跟東哥遊艇很像 就是你一定會有買到這種 突然飆到翻天的股票 那像這種股票呢就是你可以中間去做一些解碼但是你一定要把你的 部位 先留住 因為那時候我們在做 統一操的時候我是中間先有加碼了一次 然後所以我就把加碼單先 停立掉 然後留下原本的部位那就跟東哥遊艇很像 你看樓大同學問他說會在第二根標漲停的時候 就停立嗎 答案是不會 我覺得如果股票能夠飆兩根漲停 你要知道這一檔股票應該是強的 應該是強的 所以說 不要覺得我們玩大風是學不到東西 我跟你講 玩大風其實 那個觀念 他雖然是虛擬的 但是很多觀念其實都 跟你實際的操作 其實是有類似的 因為他有限度 你有限度就可以看 大概這樣子 當然啦 就是你不要拿大風那一套 完全的套用在現實中 那也是不準 就是說有些觀念是可以 來現實使用 但並不是全部 那如果看到東哥遊艇的話 這邊會看到 第一個就是他現在變成 儲置股票了 所以儲置股票 沒有意外的話 他接下來應該就是會亮縮了 如果一檔股票亮縮的話 那你要想的就是說 他 接下來亮縮可能要 股價的波動就不會太大 就大概這樣 這是東哥遊艇的部分 再來看到 感謝老師想請問6245的 立端 立端是做工業電腦 然後今天一根 帶亮黑K棒 把這一條均線給跌破了 所以 我個人是沒有想要碰他啦 因為今天這一根帶亮黑K棒 真的是蠻醜陋的 舉個例子來說 不是舉個例子 你看他過去的慣性 他從 6月6號這個禮拜 股價都是一直守在 五週均線上方 跌破就拉上來 如果這個禮拜萬一拉不上來 那你就會想說 他 從過去這多少 兩個月 兩個多月的慣性會不會改變 如果他 過去的兩個月的上漲慣性改變的話 那你就真的要小心這一檔 尤其是他今天 還是一個價跌量升 這個不是什麼太好的現象 他如果站不回這一條 24的均線 你就要小心他可能真的轉弱囉 再來看到 YC 老四五安請問兩尾23號真的要漲了嗎 沒有看來是沒有 他創高之後就打下來 他真的是股性這半真的有夠差的 你知道嗎 創高之後打下來 然後 然後 昨天盤那麼爛啊 他拉了一根這麼長的紅黑棒上來 然後今天盤沒那麼爛 他又再殺下去 我反正我不想要碰他 我覺得 好難 他真的好煩喔 你知道嗎 就是 就是 拉不上去嘛 一往上拉然後就是賣壓就出來 我覺得這種太難做 而且 他還是這種爆量的情況 所以像這種股票 我個人是覺得 我放棄了啦 我真的放棄了 就你知道他基本面很好 但是 但是他真的太難做了 再來看到下一個 Kiki 然後謝最帥阿信老師相請問的 升達科 三四九一的升達科 升達科就 跟大家交過這個觀念嘛 我說 他上禮拜是一個紅黑棒 這個禮拜 開盤開低 這什麼外強中肝嘛對不對 其實在上禮拜五的時候就有學生在問他了 就有學生在問我 升達科這樣子 好像很漂亮 但是我跟大家說其實我不太喜歡去做類似 這一種的股票 原因在於什麼 因為你去想 他的現在的月均線 五個月的均線還是一個下彎的 那他怎麼樣才變上漲 你要過這個位置 黃色 黃色線的這個位置 你覺得現在盤這麼爛他有可能會 他過的機率高嗎 他過的機率可能不高 當他過的機率不高的時候 我就比較不會想要去碰他了 所以說像這種股票 就是已經 已經有一點往上衝的股票 通常類似這種股票我都會選擇去避開 所以那時候我記得我跟學生講 不要看到 漲了就去追 在禮拜五的時候 有吧我這個我一定有講 大家可以去翻那個 就是我們那個上課的群組 我講說不要看到紅的就去追 因為你已經知道大盤的情況不好 大盤情況不好的話 我不會去 刻意去追這種 創高的股票 再來看到 謝謝老師再來看到Water 謝謝老師再來看到蔡小翰 謝謝老師請問2495 什麼普安嗎 普安 好恭喜又是一根 高檔爆量收回K 對今天 反正最近未接高的股票 像這種拉一波的股票 像這種高檔爆量收回K 我都不是很喜歡 尤其是這個月快過囉 假設 你去看這個月的量有出來 而且這個月快要過去了 如果下個月 沒有辦法過這個月的高點 這一檔股票 大概就不會動了 所以說不會動 是代表說不會漲 不代表它不會跌 你懂意思嗎 所以像這種 高檔爆量的股票 尤其接近月底 我都會很小心 再來看到老師那個 唐老鴨 他說老師請問6719的勵志 這間公司是個好公司但是 好公司不代表股價 會更好 就你去看這一個 這一根 蠻關鍵的一根 這一根 黑K棒 你看喔 這根黑K棒 他把過去的盤整區間跌破了 所以這一根黑K棒 他的高點就是壓力點 換個顏色好了 換個綠色 有發現 過去1234567 過去7次 碰到這邊都佔不上 所以你大概會知道壓力點在 326.5元 那碰到佔不上你會去 你會想去碰它嗎 可能就不會嘛 因為你知道 壓力就在頭上 你不會去想要碰這種 壓力在頭上的股票 那再來 台辦 台辦我上禮拜講過了啦 上禮拜五在直播我有講 我說我不會去碰他 為什麼 因為 所以 均線排列不正確 上禮拜拉力跟紅K棒 這個禮拜開低 就不對勁了 所以你看喔 記得 上禮拜五吧 我有講 大家可以去看 上禮拜五的直播 我有說他現在的 10周均線 還在24周以下 所以我不會去碰他 所以這禮拜 這樣一根黑K棒殺下來 盤中看到他其實蠻爽的 你知道嗎 殺下來很棒啊 大家再疊一下 說不定又會有買點了 所以有時候 我覺得在找那個進場點 的時候很重要 就你要去知道說 大盤的狀況如果不好的話 我們會怎麼樣 對於一些高位階的股票 那我們就先避開嗎 幹嘛 你要知道說 你都知道大盤不好 你還不避開 是不是怎樣 嫌錢太多嘛對不對 就是你 會去知道說 大盤不好 所以那種 現行好的股票 漲多的股票 那你可能會避開 所以像 上禮拜五 上禮拜五吧 我就只有去 做生技股 因為我知道 資金在生技股身上 其他我就沒有愛碰了 所以在禮拜一的時候 更正禮拜五的直播 上禮拜五的直播 有人問到說 你到底想 有沒有什麼是好的 答案是 沒什麼 因為很多股票 都殺下來了 再來看到 有可能會去看說 他 當天有沒有出量 但如果 就算有出量 你還是要去小心說 這個地方 255 他可能過了 256 257之後 壓力就出來了 所以像這種 股票你要去思考 是說 他盤中可能突然給你過去 但過去他不一定能夠站得穩 這個是你要去注意的地方 只是像最近這種股票 會比較不好操作 那再來看到最後一個 Vincent 謝謝帥帥的阿星老師 敘附如何 這禮拜的生技股已經太熱了啦 生技股你要去記得就是 他在這個禮拜 應該蠻多公司 會爆大量 如果生技股爆量的情況 像志勤 那這禮拜量超級大 如果量這麼大 那你要去想的就是說 假設 假設我說假設 maybe 假設下禮拜這些生技股的量 出不來的話 可能就表示說 這個族群開始轉弱了 所以說在做生技股的時候你要小心 比如像之前最強的像 6461的益德 然後這一天盤後 有人賣了好像2000多張吧 盤後賣了然後隔天股價直接灌到點停板 最強的已經下來了 那要去看一下說接下來哪些生技股 可能也拉不上去像合一 合一今天量很大喔 他今天量很大 所以一定有人 跑去上車 那所以像合一我覺得會是一個觀察方向 就是如果像合一這禮拜量這麼大 下禮拜量說會不會股價就再上不去了 所以生技股你要小心 他很聯動 如果領頭羊轉弱的話 你就要小心 其他也有可能會跟著弱 大概就這樣子 好吧 大家今天問題都回答完了 那記得 喜歡我的影片 請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才能收到最新的投資內容 我是阿希 明天見拜拜 巴黎 幫我